快过年了 南方的朋友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吃鱼 象征年年有约 日子越过越好 接下来北方的朋友你可以回避一下 我给南方的朋友做一条北方版的清蒸鲁鱼 我们将买回来的鲁鱼清洗干净 然后将鱼改个花刀 首先我们从背铺先改一刀 因为背铺的肉它比较厚 这样不容易中熟也不容易入味 然后我们再从侧面再改上几刀 这边改好以后我们翻过来 我们将这边也改一下 将鱼改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鱼改好以后我们先把鱼腌一下 加入少量的料酒 放入姜片 大葱 给它鱼按摩按摩 加料酒和葱姜的话是让鱼去除鱼的香润 搓好以后我们腌制10分钟左右 鱼腌好以后上蒸锅 大概蒸8分钟左右 当然也要根据我们这个鱼的大小 适当的延长时间 蒸鱼的时候我们切点辅料 首先将切成丝 大葱切丝 再切一点红椒丝 配点颜色 切好的丝 我们泡入水中 鱼腌好以后出锅 我们倒掉盘中这个汤汁 这个汤汁它香味比较重 然后将生姜和这个大葱减掉 撒上我们泡好的葱丝姜丝辣椒丝 然后浇入一勺热油 淋上少许的蒸鱼汁油 这样我们这个清蒸鲁鱼就制作完成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